为了让鱼肉吃起来愈发鲜美 韩国人在不断摸索着各种处理方式 眼前这个趁着鲜活直接掰晕 再卸下鱼头的处理方式 就是他们口中能让鱼肉最鲜美的处理手法 即便是这种被丢掉都没人吃的扁头污 也能焕发新生 清洗干净的鱼肉 还要继续借助铁丝打通韧毒二脉 这个过程也叫排酸 让酸性物质跟腥味 随着腥红汁水的流出 一并排干 随后手持七星刀 沿着骨肉分界线滑动 将鱼肉取下 在刀身冰凉触感的刺激下 鱼肉的搏动频率也越发明显 这主要还是归功于这套鲜掰晕在处理的手法 让乌头鱼陷入昏迷 维持住一整套神经系统 确保鱼肉蛋白霉的控制 这就是制作搏动鱼肉的关键 继续卸下影响口感的鱼皮 鱼肉的粗加工就完成了 在追求极致鲜石的当地 不会搏动的刺身是没有灵魂 根本不受待见 鲜石鲜寒在口中 感受鲜甜在唇齿迸发 再直接吞下 吃上一盘 就足以让普通人一天排弹